好,我们开始吧 刚才小姐姐基本上介绍了 当然我现在讲的那个课不是这个,这是基础班 我主要是讲的,今天主要讲一下我的强化班的一些东西 应该这么说吧,今天的课大概 一个主要的目标是什么的 就是讲Python能够做什么 或者说我的Python能够做什么 可能这个说法更准确一些 因为如果说我要讲Python能够做什么的话 在我的嘴里面Python基本上 什么都可以干 有时候说,有些人问我 这个Python学了之后能干什么 我说咱 不说聊工作吧,我觉得至少改变你的生活都没问题 真的啊,我觉得改变你的生活是妥妥的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像没懂Python之前,咱们别说工作 这样生活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它做一些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来了 对吧,那女朋友给你发邮件啦 然后你可以给他 及时给他回一封 这个用Python自动给他挑选一个选项 所以我现在在工作呀 我现在在忙啊,自动给他回一些信息 OK,甚至QQ也可以呀 因为现在我最近也在做QQ的自动化 QQ给你发信息 他也可以自动给你回点信息 很多工作吧 就是相当于或者说 像前段时间他们商务 他们平时的工作呢 就是大量的去 去找学员的邮件,然后跟学员去联系呀 或者说 发邮件啊 可能未来这都不一定是人干的 所以说未来可能你看到有人在跟你聊天 或者有人在给你发邮件 这些都不一定是人 可能都是自动化实现的 OK 所以呢 说Python能够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基本上它是一种高级语言 这叫超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不准确 高级语言谁就是高级语言了 Python叫超高级语言,就说它能够各行各业都能够干 比如说 Python可以筹股票 这个就是 能够股票去分析股票然后去 去买入啊抛售啊这都没有问题 OK 或者说现在那些 那些律师,说那些小律师可能 生活的空间比较小 为啥呢 因为 那些小律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整理文档 可能未来整理文档这种事儿 那么大律师用些脚本就可以搞定了 对吧,没有必要让小律师去一个一个查了 OK 所以那你要知道它是在 改变你的生活 OK 而且呢 我认为 Python最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工具 我反正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是网工 或者说我是想安全的 那么Python就是我的工具 我从我Python来 处理这个网络设备呀 做自动化呀 或者黑客的一些工作 都是可以来Python来协助我的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 OK 就像 今天有些人说 Python还可以炒股,你能讲炒股吗 真讲不了 那不是我不懂Python 是因为我不懂炒股 因为 那天我真看过 因为我最近都在讲进化论嘛 其实我也想讲那有新意的 当时我说那我讲一下炒股 然后我发现那些数据 我一个看不到 后来我就算了 因为那个股票那些线 什么值的东西 我没有一个看得懂的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后来我就 算了,这个真我讲不了 所以我发现Python的一个特点不是说 你学了Python能够干什么 这个命题是不太准确的 我认为你不能说学了Python能够干什么 你应该说 那我本来是一个这方面的人 Python能够为我干什么 这个命题是比较 准确的 OK,应该说Python能够为你做什么 不是说你学了Python能够做什么 这个说法 反正我在这儿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你应该说 你首先得是一个 某一个方面的从业者 OK,然后呢 你通过Python来改变你的工作 用Python来改变你的 生活 这是你学Python的目的 就算不为工作 为了一种 乐趣,就是Python自身也是很有乐趣的 那也是一种乐趣 OK,那至少我认为 有什么乐趣呢 像 不懂Python之前 我觉得 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软件 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那我就得 找别人的软件来用 对吧,那别人有些bug 你也只有忍吧 现在为什么需要别人的东西呢 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 搞一个软件 其实Python一会儿就得开放了 这个软件做一个简单的东西 一会儿就做完 OK 好,像 说实在的像前一堂这个内部系统 那也是我 你看这就是强化班的内部系统 那 也都是我自己做的 对吧,像以前 那学员管理怎么办呢 以前学员管理凭感觉办 就是很难了解每一个学员的这个学习状况 那现在呢 比如说 首先学员上来呢 就能够看到 那我整个课程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红色呢 是在 上课 然后这个呢 虽然说不上课呢 其实在 他也有作业 对吧 那比如说你就能够 其实你就可以点一个 能够看到 比如今天没有课 所以说他就没有上课链接 然后呢 这右面就是当天的作业 OK你可以去进去看到你相应的作业 然后呢你可以去 交作业 然后呢我这儿在后台呢也能够看到 你的作业 我可以给你改 比如说这是相应的这些作业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 排行榜之类的 就是说这些 这些积分排行榜 其实我强化班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一起 天天都在一个群里面聊一些技术 然后呢我实时跟踪 所有学员的学习状况 我能够知道你交了作业 你的分数 然后呢还有每日任务 就是每天我都会有任务 就跟健身一样啊 就每天都有任务 完成每天的健身任务之后呢 会有加分 OK 完成作业也有加分 你的作业完成得好也会有加分 然后呢我都会有综合得分 当然其实现在我有了这个起手之后呢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 Python 安全也有 无限也有 我强化班也有 过来时间的普通的技术课我也会做 OK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是不是改变了我的 这算都算改变我的生活了 这都不能叫做 改变我的工作了 因为这样的话我生活更轻松了 很多都是自动化了 而且以前说实在的这么多学员我哪想得过来 你们每一个人到底学的咋样啊 说实在的没有这个系统 我一期下来可能不认识几个学员 我连续练不上来 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呢 至少我知道 至少明星学员我是知道的 这几个雷几个 这个做的不错 对吧 所以Python呢就是 首先我认为就是说你首先得是 某方面的从业者 然后呢 Python作为工作能够协助你 那当然我讲的课呢 其实 主要是为了网络 从业者 和 安全从业者 来准备的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认识我的话 基本上也是 也是这两个方面吧 就是你可能见过我讲网络 也可以讲 见过我讲安全 对吧 以前还讲过一段数据中心 Python差不多在四年多前就一直在学 可能大家如果关注我微博的话 我有一年半每天都在抄代码 OK 但是做课基本上 三年前基本上就一直在讲课 只是说呢 是断断续续在讲 没有像今年把这个Python作为这么 正式 就是说会有专门的抢老板 会有专门的这个 技术课 会有我来全面做服务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Python课呢 会更加重要一些 但课其实三年前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讲 好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的Python课的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就应该这么说 可能网上有很多老师都在讲 Python的课 基础课我看到处都有了 就是基础课什么老师都在讲 对吧我也在讲基础课 但是我的基础课呢也是偏 偏网位一些 反正我的基础课肯定 几乎没有说 做些数学题呀 做一些什么举例 比如说什么排序这种题呀 我对这种完全 就是任何一个 我这可能是在学技术上面是比较务实的 就说我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我不太爱学 我学就一定要 就是我自己得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说我为什么要学它呢 它是能帮我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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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能帮我做这个啊我就应该学一学 OK我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一个做技术的 就是我觉得用不了东西就不要学了 学它干嘛呢有没有啥大用的 对吧 那我觉得既然要学 那就肯定要能帮我做点什么 OK应该说我的 Python是一种 可以认为是一种Python的 玩家 我认为更那个一些我喜欢玩的东西 甚至说呢我说今年我会出一个新的Python课 叫Python极客 极客是干嘛呢 其实就是黑客的升级版 其实就是给你讲Python能够干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但是炒古是讲不了 真的是讲不了 因为我确实是讲不了的东西 实在是我研究过 真看不懂 OK反正我能够搞得定的那些东西 用Python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我的课呢主要是简单可以看一下 大概 我说一下强化班啊 不是那个基础课 基础课是基础课 然后强化班的主要分为几个呢 主要分为经典协议 经典协议就是除http以外的 所有的网络协议 当然我还有一个专门的http 也就是说呢 这个经典协议加http在一起 就齐活 就基本上 毕竟是学网络 毕竟我是学网络的 我的Python也是偏网络 所以说我会讲Python 来做各种各样的 协议的操作 OK 比如说吧 比如说 你比如说 SS这么多录音器 那好 我们Python登录这录音器去写什么 对吧 比如说你用ftp 或者sftp 传个文件 那我们Python可以传 对吧 http 比如说你htt访问一个网页 那我们做爬虫嘛 对吧 或者说那么 你要在http上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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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请到Python自动化嘛 对吧 像你要监控这个网络设备 SNMP嘛 对吧 或者说 那现在网络设备对我API呢 那我们就操作 REST API嘛 来对网络设备进行操作吧 那他们都是网络协议 OK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协议 也就是说呢 我的经典协议和http 基本上就把所有的 协议讲完 这也是我重点的 重点的内容 应该说我的课一半以上都在操作各种协议 来做各种各样的 有趣 也有用的 一些事情 好 还有一个就是Jungle Jungle就是图形化见面 就是网页开发了 可以理解啊 网页开发 就是开发这种类似于这样的 这种网页 就是网站 OK 做一个内部系统 那Jungle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必须要学的东西吧 OK 应该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不学Jungle 不学这种网页界面的话 你想想你开发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种命令行的东西 命令行的脚本 当然如果说你接受这种 这种命令行式的 就说 首先我用命令行 我觉得用的很爽 或者说你给你的客户用命令行 客户觉得也很爽 那好 那就不用学Jungle了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 不行 这个要图形化见面 因为这东西不是我用 我用可以爽 但是客户用起来好不爽 这是什么命令行 我敲什么东西 我哪知道什么效果 如果说你准备做个东西 给你客户来做个交互的话 那你觉得你还有选项吗 没有选项 基本上就是网页了 有讲狗 这个东西要做呈现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这三个玩意儿吧 跟Python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Python是做 我的一个重点是做自动化 网络的自动化 相关的东西 讲这三个玩意儿 就告诉你其实 你不用Python呢 其实也有一些选项 也能帮你做自动化 那这三个玩意儿呢 就是 Ansible做自动化配置的 Zapix是做网络监控的 E2K做日词分析的 这三个 大名鼎鼎啊 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用Python 你要用一些第三方软件 这三个绝对是大名鼎鼎的 东西 OK我记得 开始前段时间我给四课的这个 Devlet 他们在中国在推广 我还给他们做过公开课 那么当时我了解Devlet 就是因为 在他们上面看到了这个Ansible 我觉得他们Ansible的课还不错 我去看一下 OK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三个我也会讲 但是这个三个其实跟Python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因为他们也做自动化 Python也做自动化 所以说我给你一个可能性 当然其实如果说你Python玩R6的话 其实用不用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OK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两个实战 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带大家能够完成一些类似于 至少我设计的一些项目吧 比如说云实战大概就是一个像阿里云那样的东西 就是 什么叫云计算 说实在的有些人说 你们那讲云计算吗 云你们讲吗 反而我基本上说云就是扯淡 云基本上就是一种云嘛 本来就是很虚无缥缈的这么一个破玩意儿 所以说我觉得 云这东西要说学云 你先跟我说云要学什么东西再说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就说像类似于像阿里云这样的 你到他的网站然后去申请一个蓄体机 下一步我要一个CPU 下一步我要一个网卡 下一步我要什么 下一步给钱 然后下一步提交 然后下一步就好了 对吧 但你要知道 这个后台其实做了很多工作 帮你创建了蓄体机吧 帮你创建了网卡吧 帮你做了网络吧 帮你做了路由吧 帮你做了防火墙吧 帮你做了LAT吧 帮你做了相应的其他东西 那好 用了不到一分钟做的 他能是人干的吗 他必然不是人干的 他不到一分钟 估计十来秒就 就齐活了 阿里云十来秒 就这一点啊 完了 就好用了 这就可以了 你想想后台的干了什么吗 那好 我们这个课大概就是说 来做一个小型的环境 但是我可能不能像做个阿里云 阿里云那多少人做的 对吧 那全部人的公司发开我 我也能做 是吧 所以说那个 基本上就做一个这种简单的 这种类似于阿里云的东西 就是一提交 基本上后台就给你做完 但是我也会涉及到虚拟化的 也涉及到网络的 也会涉及到防火墙 露入器的 这东西自动化一点 基本上我也等几十秒就好了 你就能够访问网站了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做一个网络监控和运维 智能化运维 就是说 网管系统 当然它远远超过一个网管系统 它有Python在后面做智能化的操作 OK 好 我经常说就是 比如说Python 比如说像QQ QQ那个不是说现在的智能 智能的QQ吗 对吧 我做了一个这种 前一堂内部的智能的QQ 其实我说现在我的Python还没有对接好 如果Python能够对接好的话 你说什么东西给他 然后他就能够反映你说了什么话 然后我在Python就可以再做后台的自动操作了 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重置一下密码 他知道你要重置密码 然后他就会帮你查你的密码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 他就帮你自己重置了 因为Python之后就是无限的可能 就是你一旦接入了Python Python就做 几乎所有的事情 OK 好 而且有人说但是有些人也不要认为 Python特别神奇 说这个什么都能做 其实也不然 其实我认为什么呢 首先这东西你能做 他就能做 你不能做他也做不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像 搭整个网站 爬虫 你也可以搭呀 你一个一个看呢 一个贴出来的话写着板啊 对吧 人是不是可以干 可以吧 对吧 他能把你自动干 然后同样的 像 像商务他们 那QQ群那么多 一个学员一个学员看呢 一个学员都有QQ 对吧 把Q弄下来 发邮件了 可不可以呀 可以吧 也没有问题呀 对吧 确实说 然后呢比如说我用Python监控我们公司的这个Sense的温度 对吧 那我也可以呀 我每十分钟上来看一下温度啊 每十分钟来看一下温度啊 人可以干吧 他没有超过你吧 对吧 但是他是自动化的 好 前一天我跟他说 为什么Python靠谱呢 因为人 我可以雇一个人在愣 但是人得吃饭呢 他人得开工资啊 还有人他 他要睡觉啊 对吧 Python他也不睡觉 他也全天 他也不累 他也没有感情 他天天就帮你干这个活 对吧 这是他的优点 就算他干得比你慢 但他全天20小时干 他也不睡觉 他也不吃饭 他也不喝水 对吧 所以说呢 自动化我觉得现在 慢慢的越来越多 像现在学我强化班这些哥们说 当你真的见到几十台教训 几百台教训 几百台 几十台录音器的时候 让你去 去做一些运维 你就知道 没有Python你是 这怎么干的这个 这个活能干吗 这是没法干的 必须得用Python来做自动化 OK 未来会越来越多 特别是这种 互联网公司 现在我也这么讲 互联网公司你不懂Python的话 你说你这个网工 都不会大笔笔的 OK 好 而且我这么可以说吧 就是现在我能了解的 跟我 同辈 或者说比我再早一 比我再晚一点点的 那那帮人 这么说吧 以前我的思客的关系 是相当枉的 现在思客的关系 还有一点点 不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那帮人都跑 都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去了 思客那帮的 我的关系 前段时间我还在拉 拉内线 但是确实比以前少多了 因为现在他们大量的去跑到互联网公司 而且这帮人他们 好几个都是因为 也是懂一些脚本语言 然后 也是这么多年的 这个网络经验 OK 好所以说呢 基本上 这个课程我就给他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给你 举几个 就是 我的这个 强老板的一个特点 主要是 作业 就是 课程是 也会讲 这是课程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会做作业 作业 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 可能 来听我的课的 大部分都是网工 我可以这么说 你自学 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下 就是 无法没有压力 今天可以学 明天也可以学 然后呢 我就学一个python 我不相信 你能够成功 就是说 只要没有压力 就说我说 今天不着急 今天我有事 明天再学 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下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能够学得出来 当然除非你是像我这样一样的变态的人 我能够实现一年半每天 包括春节 我都给 抄代码 我是一个极其有 自律 相当变态的人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不相信普通人能够实现得了 因为你没有一个压力的学习 特别是网工天天 他有忙事 我不相信你这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学得了 而且呢 大家学过CCIE 可能也有感觉 CCIE在 就是 虽然说 很多人说CCIE都是paper CCIE没有用 CCIE怎么怎么地的 那都是说话不腰疼的 我可以这么讲 不管怎么地 你考过CCIE 它毕竟是有一个 至少有个20多天的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练习 虽然就算你背 就算你是背的那个配置 但是你总经过20来天的敲版本 对吧 然后你也总花1万块钱上去玩了一把 是吧 那么经过了这个东西 它怎么都比没有敲版本的强 一定要相信我这一点 对吧 因为你毕竟是有压力 而且还有一万块钱的赌局 然后在这种环境你过来了 那怎么都比没有玩过那把的 没有经过压力的学得好 你相信我这一点 拍上来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压力 就是平时如果不给压力完全不行 所以说强化班呢 你要知道每次每个学员其实做强化班我都要面试 那么面试其实我就要严重的声明一下 我强化班的压力要是大 就每天我会监听你的这个 这个 学习 包含你看视频 包含你交作业 我拍上代码在后来他盯着你的 而且 如果连续三天不交作业我会扣分的 OK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严格的 监管 OK 而且每天基本上会有两个多小时要做作业 所以压力也很大 所以说 所以说强化班每个人我都要面试 我要告诉你这个一个比较严重的 一个压力的传导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强化班真的是有强化班真的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三个月的时间能够让你 至少能够把Python当成一个你可以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想到Python就是我天哪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算了 不乱了 就跟游泳一样 你不会游泳的话 你想游泳这个水不要去这个东西危险 就这种感觉 至少我觉得 学了三个月之后你感觉说 游泳 专注我游不太远吧 但是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基本上在那边碰碰几下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基本上我觉得至少能够让你实现这么一个结果吧 我们也别说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也不忽悠你说 我改变人生我 对吧 别舍单了 三个月能改变人生了 谁都改变人生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看看我的这个Python大概有什么样的特点 看一下我们的Python能够做什么 我会分为两个 因为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其实我主要的课 应该是基础课 基础课就不讲了 基础课就是讲基础的 虽然说其实我的基础课里面也有很多的 我基本上举的例子都跟网络有关的 但是基础课毕竟是在打基础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实用性的代码在里面 所以我到了我的这个经典协议开始 然后HTTP协议这两个东西就是协议码就齐了 还有一个Jungle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实战部分了 其实主要就是协议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的强化班里面 这些 日常作业 因为 不夸张的说我最近都认为我已经把我的 不能说闭声所学 就是说反正我懂得所有的Python的记忆 技能其实都通过作业的方式 体现就是体现出来了 OK我认为能够有用的 我认为我学到的东西我觉得真正能够 起到平时已经用得上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学而要求的 就是他们在工作当中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出个作业来体现出来 OK有些东西会讲 有些东西他通过作业来做 而且我每天我要求你去作业 然后如果有问题我会协助你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有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三个我觉得在 网工里面用的还算是比较 比较多的 前面三个就是 我们后面有实战就是要做 网管 对吧 网管我觉得里奥对设备进行网管 无非就是监控几二东西 CPU内存 接口利用运 接口状态 配置 对吧 我觉得 监控 主要就这几个 至少最基本的是这几个 OK 那Python肯定是可以做的 那其实通的 通过的协议 内存和接口数率 这个基本上就用SNMP 当然你用 API也可以 但是其实 其实SNMP其实就很好用嘛 你也知道平时这些网管软件其实都是通过SNMP来做到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 Python通过SNMP监控他们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然后来配置就是不能让别人改 你改配置要通知吧 对吧 那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效果 今天也只能看看效果 不能说上课我给你讲太麻对吧 你们肯定也看不太懂是 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12天作业 12天 这是我的作业的代码 是这样的 首先 首先 从那个代码上 其实Python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两个代码是干嘛 就是SNMP 如果说你这个可是不是跟他 这个跟Python没有关系 这跟SNMP有关系 那你只要输入他的IP地址 你要只要输入SNMP 比如说Community这么一个玩意儿 是吧 Community 当然 V3可能是用户名密码 但是我就用了V2 那要输入一个Community 对吧 那有Community类似于密码 然后呢 这就是那个SNMP的OID 就是这个资源的唯一码 这个我会在我的这个 Python网络面层里面会给你讲 什么是SNMP 可能这么讲吧 我讲了这个 Python网络面层可能一半都在讲协议 一半在讲Python OK 这两个码是分别是 内存的使用和内存的闲置 其实在 你会发现通过SNMP 你拿不到所谓的真正的内存用力 但是呢 你通过SNMP呢 是能够我先运行 运行着 因为它要运行70秒 当然真实环境肯定是 用一个Ninux来调度 一直 采集 一直采集 当然我这个 上课呢 都不可能说 一直采集 对吧 我就简单的给你采集70秒 它现在一直在采集 我解采一下 你能够通过SNMP能够采集到的其实只有它的这个 用了多少内存 和还有多少内存 你解 这两个码其实就是 一个是得 用了多少内存 一个是 high free 这个use OK 然后你想想 利用力无非也就是 这个 用了多少除以 用了多少和闲置加在一起的东西 是吧 然后 再乘以100 这不就是 百分比吗 可以解 其实一看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OK 通过派上这个脚本就就采集数据 然后把这一除 这个这个承除法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好然后呢 再来一个记录时间 把当前的这个 闹 就是当前的时间给它写进去 写到一个数据库里面去 基本上 我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基本上你要学任何语言 你永远逃不过的一个重要知识 就是数据库 数据库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前段时间开发了一个内部系统 最近我在反复的 我一直在通过我的内部系统来练习我自己的Python 现在新的 以前开的无线 然后再做的Python系统 然后现在做无线系统 今天早上还在做 我发现 最近我做了大量的改进 其实主要就是数据库的结构这个变化 好你看它写进去了之后呢 然后呢我通过一个代码来读最近两分钟的 读最近两分钟的数据 看一下啊 我们就能够打出来一个内存利用率的图 当然我这没有什么波动啊 因为我刚才你看我也没做那个录录器 就一直闲着的也没有做什么太多的波动 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内存利用率 OK 最近 最近两分钟 最近两分钟 采集的数据 OK 我们能够打成图 理解 这个图呢 甚至可以说 甚至可以说你可以用Python来发封邮件 后面我会发邮件啊 发封邮件 比如说每一天 然后呢用Python从数据库读出来 然后呢给你 给你做成一张图 然后通过邮件发给你看看 啊 你要知道因为我今天基本上都用图来呈现 因为 我真给你打数据 数据在这 你看吧 人 人能看着玩吗 人不适合看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啊这种数字的东西 人一看就老在 所以基本上后面我都是通过 图形来 进行分析 OK 你可以把它呈现在江国的 你的网管系统的页面里面 你也可以通过它 通过Python把邮件发给你 都是没问题的 OK 内存也没问题 CPU当然也没问题 我就简单演示一下内存 这是一个 然后呢还有接口 接口利用率 我也先采集着 接口利用率是怎么玩的呢 简单解释一下 接口利用率也是一个也是用了SNMP的一个 SNMP的一个值 这应该是SNMP的一个值 我给你解释一下接口利用率是怎么玩的 基本上这是一个经典套路就是 怎么能够了解这个接口的这个 这个数率 我看看我找个东西pin一下 否则这个流量也太少了 我稍微pin一下 让它稍微有点流量 所以这东西还得要懂网络 其实怎么玩呢 其实就是 看这个字结束 就是看这个字结束 字结束 我会有个采集周期 10秒采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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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看这个字结束的 增加了多少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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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把增加了字结束 和10秒采集 不就是 每秒的 每秒的字结束吗 OK 大概理解这意思 基本上你会发现那些开源的软件 就是Zivix 当时我讲也基本上这个思路 就说这个地方是字结束 我把这只包还有字结束 对吧 双向的 OK 好你就能够不断的用Pi上去采集 然后给它写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数据库有采集时间 又有字结束 你觉得 只是一个小小的数学公式 就能够把它 各种利用率 是不是都能够 都能够做出来呢 OK 这个相当于就在采集 在基本上就在采集 所有的 接口的这个速率 然后呢 然后呢 CPU的利用率 还有内存的一些利用率情况 这是不断的在采集 只是采集的事 我一直给它打印出来而已 应该我采集 应该我采集 但这个应该是无限循环 应该是一个 当然不能用循环 应该用那种 Ninux它的 任务调度计划 Ninux一个任务调度计划 它就可以用Ninux 然后后台调度它多少时间执行一次 不夸张说我现在那个 Ninux我的那个服务器 每天有50个脚本在投胎自己 50个做各种各样的 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需要正折表达式 虽然说正折表达式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点 但是我这个不需要 因为通过SNMP直接采集出来的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 至少这个没有正折表达式 虽然说正折表达式用的还是比较多 但是其实 我这个没有 Ninux这个完全可以 9 这个是可以小于一分钟的 有一些技术 可以通过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在这个每一分钟去执行一个脚本 比如说你执行6个 然后第1个执行的时候 你有一个延迟时间 就是延迟10秒执行 第2个延迟20秒 30秒 40秒 50秒 然后你通过这种延迟 在这边每一分钟执行6个脚本 然后第1个脚本不延迟 第2个延迟10秒 延迟20秒 30秒40秒 那不就是 每10秒做一次了吗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没有问题啊 你看这些是我的 接口利用率 接口利用率 我稍微拖过来点 是一个接口利用率 这是K 这是KBPS 其实波动还好吧 80到160 KBPS 这么一个波动范围 OK OK 当然这个我采集时间比较短 如果你采集时间比较长的话 它就会拉得比较直了 OK 我采集比较短 它有时候就会比较抖 OK 你看 我可以通过 Python脚本能够监控任何一个 接口 任何一个方向 任何一个时间范围的一个值 都可以 你只要去填 相应的接口和方向 就可以了 还有相应的分钟 就能够把这个 打印出来 同时你可以把多个设备多个接口都给打到一张图里面都没问题 呈建在网页里面也没问题 OK 这些都是后台都用Python去通过SNMP得到的 没有真正表达式 虽然说真正表达式经常会用 但是至少我现在讲的还没有 就直接采集出来的SNMP直接采集出来的就是 东西 就是我们想要的 而不是说 有什么 这个这个 那我估计你说真正表达式估计你是用通过SSD上去秀出 秀出来之后 然后真的秒达式去找 我们没有SNMP直接出来就是结果 好 这是一个 接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然后我们看监控一下配置 我们来了解一下监控配置 刚才监控了内存监控了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配置 配置 看多少天的 15天 15天 15天这个代码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代码大概能够做什么呢 我先把我的以前做的东西给删掉 应该是课前我做的一个 这是以前的数据库 你先删一下 现在没有数据库了 我来说一下我这个代码大概是在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 他会得到录音器的配置 你可以在这写一堆录音 打批地址 理解 好 然后呢 这是他们的用户密码 好 一旦执行我这个脚本大概在干什么呢 就是开始他就会去 这个脚本就是得到配置和配置的MD5的值 就是得到配置和配置MD5的值 哈希值 可能大家应该学过MD5 这个英国派的没有没关系啊 MD5就在校验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样了 对吧 OSPFMD5 那不是就是一个玩儿吗 是吧 我们计算MD5是干嘛呢 就是说 我一旦执行这个脚本大概什么效果 就是说 我采集这个配置 然后呢 我把这个配置呢 和MD5值要计算一个 就是配置MD5值有了吧 然后呢 我把这玩儿放到数据库里面存起来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周期进的调度 你可以在10秒之后 10秒太短了 这个不可能配置10秒就改变 比如说10分钟以后 那你再采集一下配置和MD5值 理解有意思吗 然后呢 我会拿我新采集的MD5值和数据库里的MD5值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是 不一样的 那我就发邮件告解 如果说是一样的 那就没事 OK 什么我都不干 就是因为 MD5值都一样了 我也就没有必要把我的配置备份一下了 没有必要备份 完全是一样了 对吧 在这边 就是不断的去采集配置 做MD5值 采集配置MD5值 采集配置MD5值 然后呢 如果MD5值不一样 告解 当然也会把新的配置备份下来 备份一份新的 OK 老的还在那 新的还备份一下 但是我会告解 告诉管理人说这个配置不行啊 有人有人改过 而且 而且我会用Python帮你做对比 因为 配置如果特别大的话 你用肉眼去看 也不太找到 不太容易找到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用Python呢 可以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能够帮你做 做 比较 它能直接帮你比较 到底哪不对 直接发邮件告诉你 就是这不对 对 可以理解 好 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没有做后台调度啊 所以说我需要手工具运行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 运行一下 因为我这个里面没有数据库 所以说呢可能 看一下啊 因为刚才我都删掉了嘛 所以说你现在再看 才有一个 是吧 OK 然后呢比如说我再运行一遍 运行一遍 白运行 因为其实也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对吧 我说没有变化就 什么也不干 好现在呢 咱们好 咱们来 把 小军品改一下 好改了 然后呢我们再运行一遍 看有点吧 是因为在发邮件 你看邮件已发出 然后呢他说两次备份 你可以看一下 两次备份吧 对吧 当然其实你双击全 它是一个完整的 show run OK 这是一个完整的show run 只给你显示了第1行 好 然后呢其实我手机就已经收到那个了 当然我给你们截个图看看大概是什么情况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的东西 他会帮我发通邮件 然后呢直接会帮我说 新的配置 剪掉了这句话 加了这句话 看到了吗 整个邮件下来直接会给你讲 就是剪掉了什么 加掉了什么 OK大概就是这样 散列就是如果说你的配置比较大 应该还是拿散列来比较会比较好一些 就直接算 就是每一个都MD5 每一个都MD5 MD5比较会比较靠谱一些 比你直接拿那个 大文件来比应该也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基本上我是算MD5值 然后有问题他就会发邮件 然后把现在给备份下来 但脑子不会冲掉啊 心里还会备份 然后呢会给你发邮件 说这个配置被改了 是哪被改了 什么情况都会给你说清楚 OK 邮件 它是一个主要的通知的手段 好这是一个 下面再来一个 叫做邮件通讯协议 其实当初 我学儿做我这个 做这个题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给你解释现在我其实已经在安全内部 已经用起来了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只要我的手机 给一个特殊的邮件 发个命令 然后呢 Python就会按照我 我给他发的命来后台执行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我的画图工具在哪去了 真奇怪 我给你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啊 就说我的手机 给一个邮件吧 这个字我就 这好像也体现不出来 给一个邮件 发封邮件 我的主题 就这么一个格式 CMD冒号 一个命令 然后呢 他就会帮我去执行这个命令 PWD大家应该知道这是Linux的命令 是吧 这是一个当前目录的一个命令 然后呢 这很明显 这是一个ifconfig的命令 就说 我只要给了一个 一个邮箱发邮件 然后Linux就会收那个邮件 Linux就能分析我再告诉他在干什么 然后呢他就在后台帮我执行 你有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有什么样的应用 我再给你试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代码的效果 叫邮件通讯 好 他一直在执行 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用我的手机给他发封邮件 我来写封邮件 我给他发封邮件 等会儿啊 很扯 然后呢我输cmd 你要一个具体的一个 格式 cmd PWD 就是我输这么一个命令 输这么一个作为主题 就是你的 邮件主题 你发给他 这代码呢其实他一直都在 真听这个邮箱 你看他一直在真听 你看他他收到了我这封邮件 我知道我这个是windows的解释器 Windows的解释器他不理解 PWD是什么东西 我等会儿我换一个linux的解释器 这是一个相当于这个带外通讯 你不觉得吗 很容易就绕过了防火墙的 控制 我把这个 解释器稍微改一个 就是我一直用windows的 PWD很明显 没有这个windows命令 我用linux 再来一次啊 这个最好能 投我的 手机 反正就是输一个邮箱 然后给他发一个命令 你看他这些都没有收到邮件是吧 你看他收到邮件了 然后他帮你执行了这个命令 这就是当前目录啊 就是 PWD 就是 显示当前目录 然后他立马就给我回来封邮件 然后呢就 我就收到这个命令在后台linux执行的结果 可以理解 有人说这有什么用 我们公司有一个很烦人的事 就是我的学员 因为我们学员的这个账号会42天过期 这是我安全性考虑 42天会过期 然后呢也就意味着 每一个学员42天之后都会找到他们的辅导老师 让辅导老师去重置密码 我们学员已经有几千个了 这个 这个一天至少有 四个五个 然后新开课的时候可能会有几十个 一天 这是很烦的那事情 而且你需要及时给学员解决的 不是说 不再说我出去玩了这也不行是吧 好了这完全没问题 你还记得腾讯那些密码丢失了个怎么办呢 像一个 像一个 地方发短信是吧 OK 我给你讲 现在你只要 重置密码不用找 不用找老师 当然未来我想用那个QQ来解决 现在你只需要 像一个特定的邮件 用你在我们公司注册的邮件 前提你是用我们公司注册的邮件 我会对语言进行控制的 你一定要用我们公司注册的邮件 去向 我的那个邮箱 去发一封 比如说你是安全 你说安全重置密码 然后 他一会就给你重置了 给你把新的用户密码发过来 你的无线 无线重置密码 他就是无线 无线重置密码 但是前提 他一定找得到 你这个原邮箱 在内部系统 对那个账号 你记得吗 你不用再来讲 你是这个账号 你只要你的邮箱 曾经在我内部系统注册过 你只要去发 他后台就帮你干了 然后只能把新的邮件 新的 给发给你 OK 这很有用的 特别是这种离线 需要离线操作的 全部是这么干 你看 你微信都 你没有密码 你微信进得来吗 你怎么可能微信进得来 你密码都没有了 你说 我说你到内部系统来 松车的舍弹了 你能进得来 就不用找我们了 所以说 哎 离线的 这完全是一个离线操作 这很有需要的吧 我很多学员都不理解 当时我这个 出这个提示干嘛用的 现在给你们说清楚了 这个提示干嘛用的 这很有用的 后台现在就用了 你们只要我们出一个就在这发邮件 自动就帮你通知了 当然如果说你的 你的是彻底账号过期 他也会给你讲 我会后台有各种分析 如果说 说你的 你彻底账号过期 那这个事我说你找商务 可能是服务期到期 可能找商务 处理 如果说在有效期以内 然后我就给你 重置密码 我后台还有很多这种逻辑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或者说你的 你的原邮箱不对 那我就说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不允许 使用非助手邮箱 后台还有各种各样的逻辑来做 OK 对吧 你想想啊 发这种命令 那还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 同样一个邮箱 我的邮件为原 我发 公司温度 发过去 咔咔 公司温度 我就看到了 可以理解的意思吧 这是一个离线操作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 打开网页 你用邮箱 直接就远程控制它了 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 我在当时不知道我这个处理这个题 这个干嘛呢这个事 现在你应该大概理解这是什么操作了 好 下面再看一个东西 也很有意思 刚才都跟网工有关系 现在我们跟点安全有关系 这其实呢也是前段时间 昨天有一个 我认识一个在一个互联网公司专门管安全的一个 哥们 他要求我做的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司科老的IPS 现在司科新的IPS好像还不行 也老的IPS做的挺有意思的 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 跟这个IPS好不好死是两回事 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司科的IPS能够实现什么效果呢 当你去 当你去在一个 TCP里面 发了一些特定关键字的敏感信息的时候 他能够怎么办呢 首先他能发个TCP 才可以踢了 不许发 谁给你踢了 还有一个呢 就说 还能够 他能够登录到路由器上写一个列表 把一个汇报给干掉 他还能够登录到ASA上 然后呢去写一个ASA的策略 把你的流量给干掉 是不是挺好玩的 发一个东西 像Talot上去 发一个命令 不让输 他一下TCP就断了 然后呢或者说 你一输 卡了 然后发那个IPS 卡到路上写了个访问在那边 把你给阻止掉了 当时觉得好有意思 现在 现在其实没有了 然后呢 我那个学员是我很老的安全学员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 他说 现在我们公司呢 一个核心区域 那么 没有部署IPS 他们也不想部署 因为他们只想提供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 出现了某种流量 其实还不是说流量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就出现了某种流量的时候 你要给我踢掉 不允许他出现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说我也不想买IPS 我说用Python就可以写 直接给你写一个 用Python来 Python能够 Python能够抓包 有人说 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抓包是什么牛逼的呢 我说我要下个不抓包啊 这个不能抓包啊 抓包不牛逼 Python是可以抓包 但Python能够 抓了包之后 看到包长这样了 然后他能够那样做 这就牛逼了啊 我跟你讲啊 就是抓包不牛逼啊 抓包 抓包 Python说啊我看到这个 那我要去干那个事情 我看到这个 我要去干那个事情 这个就牛逼了啊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ython IPS 其实就是说 我们简单模拟一个 就是 你都会到录音器 正常你跳到录音器上去 当然 干啥都可以 是吧 我们来试试啊 我们来试试 我有台录音器 就是这个录音器 就是它 干什么都可以吗 修version啊 修run啊 反正你该干嘛干嘛 你警号你什么不能干呢 是吧 好下面我们来一个好玩的 只要你修了 你就完蛋 我直接给你剃了 看一下效果 看到了吗 看到效果了吗 修了一打他就没了 框一下你就完蛋 看这件啊 OK 然后你看他说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我看到他们了 看到他们了 他们就长这样 你看 他给你汇报一下 还给你发邮件 说你看我看到他们了 OK 再试一下 简写的修软一样死 OK 哎 哎 这就是 IPS 其实就是 这是Python一个很强大的包 他就是Skype 我上课讲了很多的 他能抓包 这不流逼 再说一遍 他抓包不流逼 他能够看到这个包 然后那么办 这就是Python流逼之处 听见吧 好 这是一个 这个很多人都会 都会说 这个 这个当时我就给他写 他说这个 这个挺好玩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就算你懂Python也没有用 你要了解协议 你要去构建这个TCP的包 你看这个TCP的包 构建 可能有些人如果不懂TCP的话说 这个简单 伪装 原IP例子 端口号一发就 干了 你发一个试试看 他能断得了 你还要 伪装他的序列号 然后还要把方向找对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你要了解 一种Python也没有用 你先得懂网络 懂安全 然后再懂Python 你才能够用得起来 你说你懂Python 你冒险用都没有 你东西根本不知道 你连协议本身不了解 你懂Python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OK派上只是给你加成 而不是说你懂Python能怎么立 懂Python不能怎么立 OK 所以说这个对协议的构建 然后他能够帮你自重化操作 还有一个东西 PyShark 一听这个名字 大概也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Wordshark PyShark 就是Python的Wordshark OK 比如说Python Wordshark 那这个玩意儿有什么不得了 流逼的地方吗 想想 Wordshark是很流逼 但是真给你几万个包 几十万个包 几季 的数据 人眼看 你试试看 人眼 对吧 虽然说Wordshark给你了一种比较好的过滤方式 但是 人眼 那在玩是不大靠谱了 对吧 好了 PyShark 就完全支持所有的Wordshark的功劳 但是它是Python的 也就意味着 它能够通过Python来帮你分析 你可以做一个 搜索条件 它首先可以把抓到的 所有的这些包 以一种格式的方法给你写到数据库里面 OK 先写数据库 你千万不要说 我就直接来分析这个 那是不太科学的 因为首先你要分析它是全部 每次都读一遍 每次都读一遍 而且这个效率特别低 一般来说 可能如果说你的数据特别大 你可能数据好几个G的话 确实要花点时间 用这个PyShark 把它 彻底格式化完之后 往数据库里面去推 然后 剩下的事情 其实就是 用Python技术 从这个数据库里面 提取你可能感兴趣的一些 段落 然后把它 处理出来 OK 其实Python能够分析包的模块很多 但PyShark确实很流鼻 因为它支持WorldShark的所有功能 比如说WorldShark什么东西 WorldShark 抓包工具有个特别流鼻的东西 在于什么呢 它有那种 专家系统 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 WorldShark有专家系统 它比如说 它看到两个包 比如说有两个重复的包的时候 它的专家系统会报错 说 可能是重传 然后呢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川口为零的时候 它说可能经历了网络经历了严实 它会有一个专家系统在里面 你明白吗 它有专家系统信息 就会告诉你 通过这些包的分析 我认为现在网络上有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分析包 它只能是一个一个一个分析的 但是有些网络事件是要连续的 分析的是吧 WorldShark PyShark有专家系统 带WorldShark专家系统 你可以 同样捕获到专家系统的信息 各种各样的信息 你可以对它进行分析 OK 比如说 我们现在应该是把一个 我看看我应该是把哪一个 一个DOSPCAP文件 这个文件不算特别大 应该也就 我记得只有 接近100兆 因为我上课也不能举一个特别大的例子 首先 我用PyShark 把这个包的所有数据 其实是所有数据 我全部写到MangoDB的数据库里面 全部写进去 这给花了时间 我的机器可能也有点慢 100兆差不多得写个 写个10分钟 20分钟 10分钟 应该得写个10分钟 把数据写进去 OK 大的可能会更长 几个G的话可能就要写 一个小时 它写的确实要慢 但是如果说你的机器性能好 可能会更坏一些 写到数据库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库里面去找到 我这个是找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叫做DOS 很明显这个网络上在有一个DOS攻击 对吧 DOS攻击 你想想 当你的DOS攻击的抓包 估计也就是上级了 真实的 我这个还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话估计就上级了 老板跟你讲 给我找一下 哪五个是最 最大的发送员 找吧 就是这很简单 就说我给你两季的数据 来吧你让我找一下 前五 的绘画 就是哪个绘画 他们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 你跟我说一下你能怎么找的 用WRCHK找 这几乎 不太能够实现 用普通的办法 OK 但是用PWRCHK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找前五 我再来一遍 这个调整的不好 悦耳虫给了应该 怎么现在 他不帮我自动调整一下数据呢 这个悦耳虫啊 这个好一些 因为这个有点长 就前五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原地址 这是目的地址 端口号 原地址 目的地址端口号 原地址目的地址端口号 有40个并发链接 我这比较小 不是特别真实的DOS 然后这个是有35个并发链接 你看到吗 这有并发链接的一个统计 你以为什么 能够实现这种并发链接的这种 这种分析 你可以做各种样的 去想要的东西 反正你的数据都在这 你说你要找谁 语言比较包比较多 哪个语言的字节比较多 那只是 只是查询数据库的方法不一样 OK 它能够把全部东西放到数据库 然后你让你再通过数据库去除来 对它进行分析 OK我这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能够找到这个绘画的并发连接数 这个绘画连接数多少个 OK 叫做TCP flag为2 这个 你看看Wireshack 2就是S1包 S1包 TCP flag2 S1包 就是相当于这个绘画有 40个 S1包的同步 OK 就说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很快的去了解到 DOS到底是 谁在做 这个就不是人干的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人干的 你说人咱们怎么干呢 这是吧 好 这也是一个实例 就说基本上 这是非HTTP的 那主要就是这些 那我们当然我还举着一些 一些比较 主要的例子 基本上我就是给你们讲网络这些 基本上我上课网络协议讲一半 然后呢Python讲一半 讲各种各样的协议 上课主要是讲 技术吧 讲协议 然后呢作业就 比较偏 实用一些 OK 上课讲理论多一些 然后 作业是偏 实用的这东西 多一些 OK 好 这是PySharc 下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HTTP部分 我们看了HTTP部分大概有人做什么呢 当然HTTP部分其实分为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就是Jungle 网页开发 我们先看看其他的 比如说 没Python技术可以学技术课 我们技术性不是有技术课吗 对吧 HTTP的 通讯程序 那么当然 其实我讲两个HTTP 一个是Jungle 是真做一个网站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 做操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拿HTTP来做通讯 就是我要传东西到另外一个设备上面去 那我推荐大家最好用 HTTP来做 来做通讯 可以解吗 用HTTP来做通讯 因为HTTP如果了解协议的话 它有各种各样的method 有URL 各种各样的功劳 所以说我这是一个做了一个HTTP通讯 我在那个课里面呢 会用UDP做一个通讯 就是 服务器客户端通讯 不靠谱 然后呢我会用TCP 用Socket再做一个 我还会告诉你其实还是不靠谱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做一个真正靠谱的 功能又强大的 这么一个客户和服务器端进行通讯的这么一个 软件的话 那我推荐你用HTTP来做的 我再说一遍 今天很多人闹了HTTPs HTTPs只是加密的HTTP HTTPs不是协议 HTTPs是协议 好我们通讯协议呢 可能有些人还是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我的通讯协议能够干什么 不是这个 这是我的 网络的环境 这是我的HTTP的环境 我应该是一个作业 我起一个server 用一个比较有名的 Python的模块叫flask 它是一个 相当其实也是跟jango差不多 但jango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网络框架 OK 然后flask是一个非常迷离的网络框架 那基本上我用flask来做通讯 它做一个通讯服务器 它的一个服务器比如传东西的话 那我们的client能够干什么呢 来看一下 当时我让我的学生做三个功能 一个叫做RPC 怎么样 刚才其实我用邮件发 其实也算是RPC RPC就是远程 让一个远程主机去执行 你要求它做的命令 这边有点RPC 就是说 我要求你 我发一个请求 那么我发一个RPC的请求 我要求你的服务器去执行一些操作 那比如说 又来 我会发一个说 我要 执行一个功能 我要得到你这个机器的时间 我要得到你这个机器的日期 我要要求你去执行一个 命令IPconfig OK 我要让你去 我要我要去传一个文件给你 我传一个JPG文件给你 然后呢我要去下载 你的一个图片 大家想想这玩意是个像的什么东西 这玩意不就在做一个木码啊 这就典型在做一个 黑客的木码 一个后门程序 听见吗 你 当然 这个不一定 请注意这个端口号不一定要工作在80 你可以指定任意东口号 虽然这个 虽然说是HTTP协议 HTTP协议 一定要80 都不一定吧 对吧 你可以工作在任何端口号 这是服务器端程序 它可以处理 你的 关于日期的要求 关于你的命令的要求 关于你要上传的文件 关于你要下载的文件 然后呢这就是客户端 OK比如说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好比如说我要求得到时间 他就给我回了时间 我要求得到日期他就给我得到日期 我要求他IPconfig 他就给我IPconfig 然后呢 我说我传一个文件上去 他说OK传完 我要下载个东西 他说已经下载成功 听见吗 这就是我的客户端程序 当然这个客户端程序可以改的更强大一些 OK 甚至可以 可以封装到ESE文件 前段时间 我记得我去年做了一个 失科一个严重的一个bug 漏洞 叫smart install 去年我就专门做了一个python代码 去做攻击用的 然后做了一个 给转成ese模式 直接大家可以用ese 直接当一个小程序来用 这个东西 python可以 可以直接 转成一个ese 你都在程序里面直接当一个小程序来用都可以 OK 这个通讯在干嘛 通讯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目 OK你可以在 python通过几段代码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没有太多东西 通过几段代码就实现了一个 当然你还可以再想 你可以再想比如说日期那没有什么用 比如说你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命 没有 OK当你访问这个 URL你看 HTTP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有URL 你访问斜上cmd这个URL发请求 他就知道你要执行命运 然后呢 当你去执行data这个URL 他就知道你要去跟我去 你要采集我的日期 然后呢当你去访问这个upload的这个URL 而且跟一个文件名 我就知道 你要传一个文件给我 而且文件名是什么 可以吗 通过不同的URL 你就而且还有不同的那个method 就能够知道啊 你这个是要传 你要下载 你要去上传一个东西 传掉一个东西还是要干嘛 OK 其实功能很强大的 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次我用的它就是 去年我有段时间讲那个 比特币和区块链 去年我讲过 而且我自己开发了一个小型的这个 区块链和比特币的这么一个环境 当时我就做了几个客户机 挖矿挖矿挖矿 挖完矿之后 一旦成功 就要就把那个挖的结果 你知道比特币 这个这个区块链 那个一旦你算出了一个结果 立马要算到服务器 大家要教验吧 所以他们之间就是我一段算完 我就把结果 回给服务器让服务器来教验我的算法 那其实当时就用这个通讯了 这个通讯的功能很强 你觉得什么 因为HTTP天生的URL的特点 天生的这些put get post的这些method的特点 还有这个复杂的数据结构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做两个 设备之间通讯用HTTP来做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而且其实完全 前段时间我记得 我应该要求他们 我再给看一下 好像今天没有举这个例子 因为我当时觉得 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看看 把他再去DTP的 当时我记得让学员去创建了一个协议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 这个相对于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协议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会定义头部的自己 版本 包类型 虚拟号 还有长度 还有数据 你想想这是不是你传说中正常所了解的一个协议呢 OK 相对于就是说我当时这个提示出的就是用UDP 然后你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协议 OK还有你看还有MD5教养盒 我可比那个CRC教养盒流逼 就说首先 我会给他们设计一个协议 说这个协议里面首先第一位 好 然后呢 头部 头部里面是版本 版本是包类型 然后序列号长度 数据 然后还有闪列子 你想想是不是一普通的 各种包大概都这样的 对吧 我说我们先 自己协上一个协议 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协议标准来发送数据 OK 自己创建协议 就说有规范吗 规范自己订呢 因为 因为当时我出了这个提示之后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玩玩而已 最近因为昨天 昨天 就这个QQ 我说QQ自动化那个部分 然后呢我就网上去扒一些其他人在做QQ自动化的开发 他也在做开发 因为其他人也在做开发 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出来说 我们定一个协议吧 因为说你们开发的协议我们用不了 那个群里边 那一堆申请员在说 说里面开发的协议我们用不了 我们开发的东西里面用不了 我们自己弄个协议 然后有个哥们出来说我们弄个他又弄了一个网站 然后他说 我就定义 我给你规范一下 就像是他们自己 做了一个FC 说我们规范 这头部应该是直接 怎么是直接 我怎么好留意啊 这个有点意思 然后我就在看他们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看他们的网站 他说我们未来按照这个标准 来 来出血一包 OK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 FC是多神秘的东西 都完全是自己搞的 啊 就是这 昨天我就看他们在商量这个事 我说看你们商量什么结果 他们后商量弄了一个网站 弄了网页 说因为那个QQ开发啊 他说我们搞一个API 就是这是一个智能QQ 然后呢 Python可以通过API来调用它 然后通讯协议呢 大家都是乱的 一波人一波人一波人乱的 所以有个哥们说 我们搞一个协议出来 然后还定义这个包包结构 我说真牛逼 还真定义包结构 我说跟我这个其实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的包结构 跟我这个包结构 还不一样 我说哎 真看挺有意思 也是优利品 他也用了优利品 他也定义包结构 跟我这个其实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当时我不觉得这个有多少用 后来发现我说这个是跟我这个提文一样 所以了解 有时候学网络总是被斯科呀 华为呀给套住了 说实在的 其实我为什么现在特别喜欢玩Python的东西 因为 其实 其实我更喜欢自由一些 虽然说我经常说 网工 网工的最大问题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网工最大问题就是套路 特别是多年的网工 那套路感太强了 就什么意思呢 我这么说吧 网工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说一说你们都 你绝对会信我这个说法 网工怎么解决问题 好有问题了 找文档 好文档上说 第一步敲他 第二步敲这个 第二步敲完之后修一下有这个结果 第三步敲他 修一下有这个结果 第四步敲他 修一个加这个结果 然后同了没问题搞零 然后如果 一把 一把说 这没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 好重启设位 好 还不行 bug 这是个bug 然后呢我们升级 升级还不行 文档有问题 我们再找文档 你说你还有啥吧 你跟我说还有什么 就是文档 我笑 看现象 然后最终没有现象 再重启 重启 重启还不行 bug bug还不行 文档有问题 文档有问题 再换一个文档 继续一把说 哈哈哈 全是套路 全是套路 就是你基本上你跳不出来那种套路 说实在的网工干了多年年多久了就是套路 当然你也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文档你找得着吗 找文档是一个 是一门艺术 网工的文档不是你想找就找着的 所以有些人说 老网工说 文档都在试课网站 都在谷歌 搜一下就有了 你搜一下试试看 我就不许你搜得着 搜得着你也看不懂 对吧 所以说你也不要认为网工没有技术含量 只是网工套路太多 网工并不是没有技术含量 只是网工套路太多 你很难跳出别的给你规定的一个东西 其实Python外的一个 有趣的地方 可能也是Python的一个难点 就是 它没有套路 所有东西都需要自己想 我自己想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想 第二步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觉得第三步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四步就搞定了 可能你认为哪有四步 三步就搞定了 这个不重要 最终我们都能抵达相中的一个目标 其实也就可以了 OK这就是 Python可能很多网工在开始学习的时候 很难跨越的 这个关卡 这个需要大量的练习 真的这个需要大量的练习 OK 而且我甚至 甚至 这个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 Python更像物理 我觉得特别贴切这个说法 物理是什么 我认为Python的知识点并不太多 虽然说我的学员认为还是很多 但我个人认为不太多 他叫物理 物理什么特点 我一说你应该就明白 三年下来你也学不了几个公司 是吧 如果说你只是把物理的公司背下来就得100分的话 我估计半个小时你就能把三连的所有的公司全部系下来 那你把公司也不难 也就没有 应该有10个公司 10个公司太多了 应该没有10个公司 半个小时你就背下来了 但你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 而且很多都急不了额呢 为什么呢 因为物理玩的是 是套路 就是不 玩的是逻辑推理 是吧 我给你开始 我给你一个结尾 中间是一步套一步 一步套一步 一步套一步 最终得到结果 至于 很多人就啊懵逼了 这就是 Python的难度 就跟物理的难度是一个意思 其实要让你记住东西并不太多 但是这个逻辑的弯 如果说你不是软件出身 这个弯很难绕得过来 很多人就绕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他确实有难度 所以江洛标证为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他需要 真的需要大量的练习 所以我说强化弯需要反复的 一个有强度的环境下来练习 OK 小小说啥吗 行行行 我先暂停一下